赞扬之西兴空之 心灵胜利兼空尽 却创世代出家开心 空尽果不穷之之 请不吝点赞扬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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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感激扬之后 就感激扬之后 请不吝点赞扬之后 就感激扬之后 就感激扬之后 请不吝点赞扬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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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年 请不吝点赞扬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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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你不吝点赞扬之后 你不吝点赞扬之后 你别人 我都想我 评论 对 都不可以有这么好的设备在这边啊 一早担任卫生局长的刘正义医师 早已亲自接待我们这群 从北一来的小学弟学妹 并详细地为我们解说 县离医院的规划与运作情形 刘医师,你又要我指教 我们看见刘医师 对马祖医道事务的用心与投入 在那里,我们发现离岛医道的困境 却也听见许多感动的故事 去年有一次啊 就是军邦的一个弹药固爆炸 那时候我们很当心 那时候预计啊 有一个联大兵哥在那个里面 我们会当心有很多的伤亡 所以医院在马上发一个简讯 大量伤亡 大概说得通了 可以在几分钟之内 马上在医院里面集结 马上准备 大量伤亡的处理 那次有什么新话 就是可以让支付更进步 那基本上还是要改善这个医疗的环境 加强我们的医院的训练 那还是希望说能够就医治疗 当然对病患的家属来是最好的 像早年招呼五遍呢 必须用渔船之类的 把病患送去台湾的岛医疗 那那段时期 就是比较困难 是一个发生什么 比较重大或难忘的事情 我记得我曾经送两个病人 因为渔船 渔船 其实那风浪很大 我们从码头一出去 因为风浪太大 我就开始做 因为风浪它就开始做 照顾变就很困难了 病人也很辛苦 家族也很辛苦 这种过程啊 就是我们经历过 所以才会想着去改变 顺着接踢而下 刘医师带领我们去 福建科参访 被探视患者们 福建师简单地为我们 解说患者们的病情 在这里 我们能感受到医师 与病人之间并没有距离 没有知识的看证 有的只是如同 家人般的问候声 民国81年 军方资源社队 83年刘医师接任 卫生局上 大力推动后送体制 89年海欧直升机正式启用 面对马祖导与重症患者 后送是台北救治的制度 在留医师的积极争取之下 有了新的契机 我们希望特别信任 医生局应该提供民主 最好的医院照顾 但是马祖有力量 最好的神明 没有办法去台北 去求更好的医院照顾 马云传成为 福王马和信号机能 要18个小时 甚至20个小时 然后冬天 冬北的地方 一大风浪很大 那真的是不可行 所以我们一直努力 希望是建立一个 很完善的空军救护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梦想 一个努力的目标 我们从一个八十九年开始 就有一台这样子的责任机 需要紧急的病房 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 就把心脏太远了 医生分行 如果四大几次 这样就可以玩出很多 有紧急的每个生命 从游戏的谈话中 可以发现 他在家乡马祖 抱有很深厚的情感 从北一毕业后 他就决心回到马祖 致力改善马祖的医療环境 这是一条不容易走的凡乡路 身为一位优秀的预导人员 先后得过许多奖项 其中最了不起的 就是医療奉献奖